剛剛杜醫師有提到說 失眠跟大腸癌的關聯性 不只 我們發現其實應該是說 情緒的影響或情緒的低落 它跟很多種癌症都有關聯性 敲打大腸筋怎麼做呢 其實就在手上 就手上 手骨上來一直到你的鼻翼兩旁而已 那我們不要用拳頭敲 這個拳頭敲都敲錯歐車就不好玩 我用指尖 用彈的 然後馬上敲上來呢 另外一個到晚恆文處 有一個曲蝕穴 這對牌便很有幫助 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楊月娥 那今天呢 天氣有感覺到比較涼了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要穿個薄外套啦 或者早晚覺得 溫度不太一樣的 是的 秋天到了 秋天呢 這個秋老虎很躁啊 你有沒有被秋老虎咬到呢 咬到會怎麼樣呢 可能大腸會出問題 可能新陳代謝會出問題 但不要擔心 這些在我們的來賓面前看起來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為大家來介紹今天在現場的幾位貴賓 首先介紹的呢是我們知名的嘉義科醫師陳新梅 新梅好 嗨 大家好 還有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每次有問題都要問她 來 營養師謝宜芳 大家好 來 再來是最近今將即將有新書要出版了對不對 是 來 我們歡迎這是我們的中醫博士 各位好 杜晨昀 各位好 杜晨好 大家好 博士好 博士是因為剛好有時間為了要宣傳 所以才在台灣 嗯 是的 但是因為是醫學博士嘛 所以會經常把很多很好的想法告訴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要先來聊一聊 為什麼我們這個秋天到了這個秋老虎很燥 那會咬到的是大腸會大腸怎麼會這樣 怎麼聯想到一起呢 我想不到啊 你說秋天喔 風液會掉下來 皮膚比較乾燥 過敏 咳嗽 過敏 咳嗽 會搖身體 我會想到 可是我沒有想到跟大腸有什麼關係 在大腸跟肺有關這件事呢 就要用中醫理論來講了 在我們中國傳統醫學裡面 肺跟大腸是相表理的 也就是說肺跟大腸同樣都是屬筋 在季節上都是秋天需要照顧 好好保護的脹腑 所以肺跟大腸在這時候是一組的 所以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同時根據子午留住的理論 我們所有十二經絡是不是都有時程 比如說三到五點是肺筋巡行的時間 五到七點就是大腸筋巡行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不是一般人都是五點到七點 早上起來餓餓對不對 很正常 那就是你健康的狀況 早上五點到七點就會起來餓餓 可是呢 如果你不舒服了 身體有出狀況了 這時候呢 在肺的部分 尤其在秋天 很容易會有皮膚乾燥 起疹子 過敏的現下 氣管也是屬肺 也會有咳嗽 有些敏感 甚至是很容易有一些感冒 季節交替嘛 可是呢 在腸子 一樣的 如果你在肺沒有顧好的時候 你下一個就會進到五點到七點的大腸 這時候你的肺就容易出現跟 大腸跟肺一樣就會有乾燥的狀況 缺水的狀況 這時候呢 不是真的生病了 可是一樣很困擾我們喔 對 所以特別是在肺的地方 你說屬筋嘛 是 提醒大家 如果你早上七點 五點七點這段時間起床 有嗯嗯 漂亮啦 整天都很舒爽 對 心情也會比較好 心情也比較好 你知道有的人激情 我常常覺得就是一大早 那個排便不順暢的時候 好像很多問題就會出現了 那不只是這個問題而已 再來就是從嘉義科的角度來看到了 事實上在秋天有很多症狀 我們會發現其實你很困擾的 對 其實在我們秋天 因為就是說我們每一個季節 我們要特別小心的是 其實我們每個季節 都有不同流行的病毒 它會不停的流竄在每個季節裡頭 是 這一張是我們大概去整理 我們最常見的這幾種病毒 有些是這個一般的感冒 你也不會 你都不會知道 它叫什麼鼻病毒啦 或者是什麼呼吸道融合病毒 你可能過了就沒事了 可是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看紫色的 紫色就是指說 這一個紫色的地方 就是它流行的時間 是 那有一些 一些特別的病毒 它是專門在秋冬季節 是它流行的季節 例如流感病毒 所以其實我相信 大家最近開始 還聽到一些這個新聞在說 其實流感要施打 疫苗的季節又到了 為什麼 因為到了十月開始 其實流感大概十一月開始正式的 開始會有進行個感染 那其實這幾年 我們都有發現 重症的比例一直在上升 所以其實特別要注意的是流感 除了流感以外 比如說像我們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或者是像是冠狀病毒 或者是A型鏈球菌病毒 它都是特定在某一些特定的時間 容易出現 而這個時間就是秋冬 所以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在秋冬季節的時候 其實有一批特定的感冒病毒 會在這時候爆發出來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自己的身體的免疫力又比較不好 那你可能又長期出入一些 這個密閉的空間 因為其實一到秋冬天 很多人怕冷 它又關在一個密閉的環境裡的時候 你就是群聚感染 你可能這個人感染了 其他人全部都一起感染了 所以要特別小心的是 感冒病毒作水的問題 了解 我發現其實到了秋冬以後 那個口罩都賣得特別好 那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表示你個人衛生很在意 就是你自己感冒了 你不要影響別人 或者你防不了你身邊 不知道哪一個人 會傳染給你病毒 那你自己要戴口罩 對 其實我們通常鼓舞兩個 一個就是從口徑 一個是從手徑 所以其實嘴巴的就是戴口罩 另外就是多洗手 假設我今天真的忘記戴口罩了 至少你在每一次要吃飯 或是你在做一些事情前 你就不妨去洗手 用這個肥皂 稍微的把這個手的指縫 也都稍微洗過去 所以基本上一些簡單的一些病毒 如果不小心碰在你手上的時候 它比較可以跑掉 好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其實很多的感冒病毒 是來自我們的嘴巴跟鼻腔的 這個來源去當它一個病從口入的來源 所以如果我腳不小心抓一個東西吃進去了 它可能就不小心進去了 所以其實洗手戴口罩都OK 我覺得洗手小朋友非常遵守 反而是像我們這樣的年紀 沒關係 我很乾脆的 哪有你剛才去外面摸的東西回來 我手上乾脆你看 沒垃圾 細菌不是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要留意 這個我非常深有所感 是我們之前在住院醫師的階段 因為我們自己醫生都覺得自己就是無敵 就是到醫院裡頭別人會感冒你一定不會 然後我在一開始前三年的時候好奇怪 我每年平均兩個月我就會生一次大重病 到有次嚴重到我是吊著一個點滴 在那裡打電腦 那個醫生跟我說你要不要該回去休息 那那一次我才意識到說 為什麼我以前其實沒那麼容易感冒 真的說實話因為醫院病毒比較毒 我那時候就真的開始會感冒很頻繁 而且嚴重度很高 所以我就從那一天開始我就決定 那一次大感冒之後我就決定 我每一次就是做完一件事我就洗手 做完一件事我就洗手 從此之後我就真的感冒的機會降到非常低 一年就不到一次 所以其實這真的是我們手上病毒看不到 但是小心因為很容易吃進去 或是摸到你的病毒 戴口罩多洗手 但是感冒如果是像心梅這樣子打點滴了 我們一看就知道這個醫生很可能 這樣子還在打電腦還在看診 超辛苦的 但很多朋友是像感冒又不是感冒 覺得有感冒但又不像是感冒 所以杜醫師這個我們講說 好像是好像有好像沒有這樣 這是怎麼回事 其實在美國很多人在秋冬的時候 會去醫院掛病號或去診所找醫師 可是常常像這麼美麗的陳醫師就跟他說 哎呀你們這個感冒沒事 回家多睡覺多喝水自然就會好 其實醫院都認為感冒不是真的生病 不是病毒 雖然會傳染 可是他不是一種疾病 所以這就很妙了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啊 我就是在發燒咳嗽打噴嚏 醫生你可不可以給我開點藥 可是美國的醫生家庭醫師 小兒科都說不行 你們就是回家休息沒別的 甚至是病毒型感冒你就自我隔離 這樣就好了 就是戴口罩或者在家臥床 連學校的老師呢 你只要小朋友有咳嗽 馬上就會趕你回家耶 他其實很注重其他班上同學的學童健康 是 所以其實在健康跟生病之間呢 你說常常感冒 到底是不是我就是一個病人 其實未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 各位在亞健康跟病人 健康跟病人之間呢 還有一類的人叫做亞健康 當然還在中間的那種 是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你就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醫生其實不會給藥的 他也不會特別照顧你的 那有些人呢 有以下症狀的就要小心了 你的體質是不是比較弱 屬於亞健康的狀況 比如說第一個 中獎就是經常感冒的人群 你可能自己沒有保護好 忘了洗手 忘了照顧自己 經常感冒 這一定是亞健康人群 那大部分呢 一年感冒一次可能還好 可是如果一年感冒五六次 那就要注意你可能是亞健康了 那這個就是跟我們的肺有關嘛 那第二個呢 就是消化不好 容易便秘或大便乾燥人 也是亞健康的人群喔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肺跟大腸 兩個都中獎了 那還有一些也是亞健康的人群 比如說他容易心慌 心悶 容易生氣 這跟情緒有關係的喔 是 因為他身體不舒服嘛 所以他的情緒會比較煩躁一點點 或者是睡眠品質有障礙 他沒有辦法好好睡 或者睡了一直醒 或者就是一直有在做夢 導致你的休息的時間不夠完整 那另外呢還有一些小的 比如說你很容易口渴 沒有喝足夠的水 有口臭啊 喉嚨乾燥啊 或者老是在乾咳 有一點點黏痰 可是你的身體又沒有病毒 或細菌感染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他不一定是感冒 就是微樣 身體微樣 那最後一個亞健康的標準 就是說你很容易覺得疲勞 哇 問到疲勞這件事情 我相信現在是高壓社會 每個人應該都會說 我有一些疲勞的症狀 我從來沒有不疲勞過 每天疲勞是不是 WHO他們當時針對這個所謂亞健康 真的提出一個很新的概念 就是我們都認為說 有生病的人叫生病 我沒有生病我就要健康 可是其實現在我們追求的健康 是身心靈求不平衡 所以我們就是他這一個表格裡頭 提到了疲倦 心情沮喪 它會引發我們身體 很多不同的症狀 所以他就是要追求一個 其實你不是只有身體不生病 你心裡也不要生病 你才會是真正一個健康的人 所以身心靈也特別強調說 身心 因為有的是身體表現出來的症狀 有一些其實是剛剛杜醫師講的 心靈的狀況 我覺得心靈的很麻煩 因為很倒楣的就是你身邊的人 其實那個情緒一上來 秋老虎咬到都是你最親密的人 情緒不好的人真的比較容易生病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常常看 我們的節目要給我們節目按讚 這樣子我心情就好 我就不會發脾氣 然後我就做很好的節目內容 讓你看了以後會保護你自己 那我們大家就會很開心啊 對不對 二姐帶愉快給大家 也讓大家不會生病啊 對啊 每天笑咪咪的 然後看我們的所有的美女就知道 每個人都很健康 因為心靈很健康 那要健康還有一些方法 譬如說有一些飲食上的注意 宜方給大家建議一下 因為秋天到了 可能大家比較容易會一些感冒的症狀 那有些食物呢 的確是讓我們能夠遠離感冒 有哪些食物呢 第一個我們先說大蒜 為什麼大蒜有幫助呢 因為大蒜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做大蒜素 我們知道那個就是像 維生物的支付叫做巴斯德 巴斯德在1858年的時候 就發現大蒜本身可以抑制很多 維生物的生長 所以它有抗菌 所以大蒜本身是有抗菌 跟抗病毒的作用 所以呢 我們多吃大蒜有幫助 那我這邊建議大家吃蒜泥鵝啊 為什麼要吃蒜泥鵝啊 蒜泥鵝就是有學問的喔 蒜泥 大蒜如果說沒有拍碎 其實它大蒜素是沒辦法出來的 拍碎要等幾分鐘 要等十到十五分鐘才會出來 所以拍碎的大蒜 要等十到十五分鐘再去吃 所以要吃蒜泥鵝啊 沒人叫它吃鵝仔煎 鵝仔煎不好喔 但是蒜頭雞那也不好啊 因為蒜頭雞為什麼 因為蒜頭雞 你是整顆蒜頭拿去炸 對喔 這樣大蒜素都沒有出來喔 所以伯伯媽媽 那麼像很多人是用切的呢 這樣會有效嗎 切的效果沒那麼好 其實音樂膜 它之間就是因為交互作用關係 膜成泥 所以伯伯媽媽有聽到嗎 要蒜泥 蒜泥白肉也有效喔 為什麼叫鵝仔 鵝仔就是另外 因為裡面含有鑫 你看 因為鑫仔其實跟免疫力 是相關 如果你有足夠的鑫的話呢 免疫力會上升喔 所以鑫很重要喔 這邊自己吃薑絲 鵝仔湯 為什麼要僵屍呢 因為僵屍是我們隱藏版的 遠離感冒的食物 加個僵屍之後呢 事實上也是 對 在中醫來說 它本身是發熱 對 排汗 其實有幫助的 那為什麼加鵝仔湯呢 我們知道 如果說你要遠離感冒 水很重要喔 所以薑絲 鵝仔湯 熱熱湯一喝下去的話 感冒 可能就已經走了一半了 都有水分 是 那第三個介紹好食物就是檸檬啦 那檸檬呢 最好喝熱檸檬水 可能很多人說 檸檬裡面還有維他命C啊 等一下要教你 為什麼喝熱檸檬水 那再來就是香菇 香菇它本身其實對預防感冒是很有幫助 因為它含有香菇多糖體 那這邊呢 介紹你一個香菇雞湯 為什麼要香菇雞湯呢 當然香菇是有香菇多糖體 可是雞湯本身有水之外呢 雞湯裡面的那個雞肉 本身含這種氨基酸 那個氨基酸 其實跟我們那個 支氣管擴張劑的效果一樣 所以感冒一定要喝香菇雞湯 這些很好煮耶 手殘的人都可以煮耶 對啊 都好 其實不太好 也可以煮一下 香噴噴的香菇雞湯 好 剛剛其實儀方特別講到了檸檬水 所以熱的檸檬水 它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還可以排毒呀 對 它本身為什麼可以排毒 因為很多人喝檸檬 是 就只喝檸檬汁啦 皮就把它丟掉啦 可惜了 很可惜啦 因為皮裡面有含很多東西 很多的類黃酮 其中有個叫檸檬苦素 檸檬苦素 對 喝看 檸檬苦素有什麼作用 檸檬苦素是作用肝臟 因為它能夠幫助肝臟 做排毒的作用 所以喝熱檸檬水 一定要連皮 才有效 那它裡面還有一個叫川橙皮素 檸檬皮有川橙皮素 川橙皮素呢 本身呢 能夠讓我們胃排空更好 所以有些人喝檸檬汁 會胃食道逆流不舒服 但是你喝檸檬皮的話呢 其實是不會的 味道不太一樣 對 不太一樣 皮的 對 那我覺得是只有檸檬水的 它可以兩個混在一起嗎 我覺得檸檬皮 單喝有點苦 只要處理 單別處理就可以了 但是喝起來有一點苦味 它是 裡面是含一個叫檸檬苦素 那很多人就說檸檬來內 維大米C那麼多 你泡熱水是不是都破壞掉 其實這個都是多慮的 其實他們發覺檸檬皮裡面呢 像那些比較好的植化素的話 一定要熱水 而滾燙的熱水才能把裡面的好的東西 萃取出來 這個其實一定有根據 你看有一些那個廣告的藥 現成的藥都還說要熱熱喝 所以那個溫度是有效果的 因為它你有做過實驗 才能夠萃取出來 如果你要冷的話呢 就是檸檬皮一定要泡蜂蜜 因為蜂蜜裡面還有醇 它還有酒精的成分 才能把那有效成分泡出來 OK 所以這邊是我教各位 檸檬切半顆之後呢 把皮切碎碎碎泡熱水 那你要吃維他命C的話呢 就要肉 所以你那麼擔心維他命C 不見的話呢 你把它泡冷水 冷冷冷喝 就不會燙起來 就有維他命C 可是檸檬要泡多少濃度呢 也是有學問喔 根據國際泌尿科醫學會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喝檸檬 可以減少腎結石 是 那是60CC的檸檬 要泡1000CC的水 你不要泡那麼濃喔 那麼濃喝 濃濃的檸檬汁胃不好 又怪我們教你喝檸檬喔 60CC的檸檬水 要配1000CC的白開水 這樣會好嗎 一顆檸檬泡1000CC的水 按照這種濃度 其實都不會痠啦 對啦 身體會比較健康啦 那我真的不是有健康的問題而已 秋天來了 其實我心情很不好耶 常常莫名其妙想發脾氣耶 你為什麼那麼愛生氣呢 看我們的節目就會開心了 待會兒告訴大家 其實你生氣 多愁善感 還真的是有原因的 因為秋天到了 馬上回來 在文獻當中有四樣食物 是對我們書面有幫助 其實滿好玩 第一樣就是燕麥 第二個是燕麥加牛奶 第三個叫酸檸檬 第四個叫做 就這四樣東西 其實對我們安眠是有幫助的 而且文獻方面是有證實的 也是有的話 我們要來議題 的是有筹範 是有筹範 的 guts 跟盡力要有筹範 的一筹範 的那些美方 我会觉得你们 认为我唱得不好 我就会想要发脾气 不会不会 中气十足表示 秋没有伤到你 秋老虎没有害到你 中气十足 那个声音太棒了 中气十足 真的要归功于小孩很耐骂 老公也很耐骂 每次骂他们的时候 我还要力气很大 有练过 但是你听这首歌 秋意上心头 所谓的秋意上心头 已经讲到了 又要强人类 又要平回首 又很多事情舍不得又奈何 可见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秋意 从中意的角度来看 事实上很影响到情绪 当然啦 其实阴阳理论 是我们中国人 华人都懂的 对不对 顺便一讲 阴阳理论是我们的 不是韩国人的 这是我们的 不是韩国人 其实阴阳理论里 比如说春夏秋冬 秋冬是不是刚好 是一年的下半年 那根据这个大自然的 这个作息呢 下半年的时候 是不是昼短夜长 也就是白天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是不是天黑的时间好快 早上太阳起床的时间也更晚了 这么阴的时间里面 下半年 自然呢 阳气比较虚的人 就比较容易心情不好 犹豫 然后比较闷的人呢 就会觉得有气无处发 因为太阳的时间照射太短了 其实我们晒太阳 是不是心情就会愉快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容易压力大 心情不好的人呢 真的要注意 你的心情呢 会压抑你的气 让你造成气虚或阳虚 自然就会心情不好 这时候就是家人朋友 互相关怀 最好的时刻 有时候长辈比较容易 爱发脾气 你真的不要以为说 它是晒性的 没有 其实是这个气候 让它觉得是烦躁的 这个气候 真的有一个名词 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 简称SAD 它很特别 其实它真正发生 不是在亚洲 或者是在这个 我们说亚热带地区 它是在比较北欧的地方 它发现说 当这个天气 一转到秋冬天的时候 开始那个忧郁症的人 变得很多 开始很多人会容易 看别人不顺眼 开始吵架 甚至我们说那种 想要自杀的倾向 好像有一点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开始做研究 他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们其实的人 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没事多出外面走走 看看阳光 这是真的有科学道理的 在那个北欧国家 他们可能会一年四季 只要一到了秋冬天 是根本看不到阳光的 它是几乎是天天 都在黑暗的状态下 所以它一直都没有 接触到阳光之后 开始因为这个光线 没有刺激到的关系 情绪开始忧郁 什么的人可能会产生 所谓SAD呢 纬度在北纬或南纬 超过三十度以上 换言之其实台湾 还是在还OK 它大概二十几度 对不对 不算太忧郁 不会算 可是因为我们 其实像比如说我们台北 我们台北是盆地 所以到冬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天天下雨 所以你还是不出门 所以最后你可能 还是会出现 所谓的SAD的症状 那其实所以 比如说什么症状 如果你有的时候 然后你要回去想想看 我是不是很少出门 如果是的话 其实你的解药就在一个 出去外面晒太阳 去走走就好了 对 主要症状很简单 你就看看 我在秋冬天 我们有没有出现一些 全身觉得疲倦 无力的状态 有时候会觉得没有精神 有时候会觉得 我就是想赖在家里 我就是不想出门 比较严重的人 他可能会合并一些症状 是他会拒绝跟人群接触 所以会对社交 会有点害怕 他会对人群 有一点回避 甚至有一些人 他的反射 是比较焦躁急躁 就像是所谓的焦虑症的人 所以如果你平常在这个 夏天或者是这个春天 你没有出现这些症状 偏偏到了秋冬天 你这些症状开始来临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回想 我在这个情绪来的 之前的这段时间 是不是都没有再出门的 如果是的话 你就不要犹豫 你就把这个周末 安排一个出去 假日去郊游的一个行程 多看阳光 多刺激 他其实就会好 真的 你知道吗 我那天去停车 我差点跟他吵架 也会救人 会玩假 你一定会真的输给我 可是我那天 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 停车塔坏掉了 所有人都在旁边等着 然后那工作人员看说 停车塔已经坏了 叫我把卡先给他 就钱就算到现在 那我就拿过去给他 旁边站了一位小姐 看起来长得也漂漂亮亮了 竟然就冲着我骂说 有没有礼貌啊 叫个插队 我想说 sorry 我没有插队 只有你跟我 我也不是一排的队伍 而且他要把卡给他 就给他 就是那个人已经跟你拿卡 就对了 那这样他就 整个插起来 你知道 我想说好吧 那就不要说话 结果他就回头想说 明杰就是嘴巴厉害啦 我想说 你过分哦 你们跟他说 SAD 就是在台北的盆地里头 如果那天刚好又下雨 天气不是很好 你又没有晒太阳 姓队都会插起来 还好那天真的是 我有按耐住 要不然真的会吵架 真的会吵架 你更不要说有时候在路上 车子一点你小小擦撞 正要上班 又下着细雨 那真的这个火爆脾气 全部上来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一定得要抒压 那你那天后来 怎么解决你的情绪 大猴 开着车 开着唱你那个邱逸农 像唱一首 强人类 平回首 然后心里觉得 看不下去 这时候我会想到谢宜芳 因为宜芳会告诉大家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你抒压 抒压是有处方的 其实抒压是有处方的 就是你尽量不要吃些垃圾食物 然后在饮食方面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像有些东西其实对我们 解除我们抒压是有帮助的 譬如说像一些叶酸 或是B6 像这些维他命比较多的食物 那有些因为压力大 造成一些失眠的话 其实有些方式 有些食物其实对我们舒缓 我们失眠是有帮助的 大概在文献当中 有四样食物是对我们书面有帮助 其实蛮好玩 第一样就是燕麦 第二个是燕麦加牛奶 第三个叫酸柠檬 第四个叫做阳柑橘 就这四样东西 其实对我们安眠是有帮助的 而且文献方面是有证实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就是可以摄取这些食物 你会觉得情绪比较稳定 不要借酒交愁 对不对 也不要吃炸鸡或甜点 因为那时候吃完会瞬间 有种开心的感觉 可是我也不知道这几年为什么炸鸡甜点 还要排队 是啊 那人是不是另外一种情绪 觉得我好像我很想要渴望吃这些食物 可是不知道 殊不知吃完以后 其实会更沮丧 是啊 情绪会更好 为什么会更沮丧 我会讲一下 因为炸鸡跟薯条这些东西的话 它最主要会让肠道 我们肠道有两种菌 它会让另外一种菌比较多 那现在发觉原来说人的情绪有问题的话 跟大肠里面细菌有关系 当你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些不好的菌会产生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会影响我们整个脑袋 人家说大肠是我们人的第二个脑袋 所以这个整个会回馈到我们脑的机制 所以会产生忧郁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自己情绪控制不了 老是忧郁 老是喜欢吵架 老是喜欢讲很酸明的话 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太爱吃这些垃圾食物了 我觉得酸明很多都是见不得人好 对 然后明明一件很好的事情 它就会酸你 然后讲一些让你觉得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练习 练习百毒不清 对 因为口夜是别人照的 可是他们也是顺便帮我们消夜障 谢谢 这张方法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说 其实在秋天有一些人 烦躁的时候是睡不着觉的 一方有什么样好的方法 建议大家如何可以睡好觉 要不然会整夜障照 跟鲸鱼一样 整鱼要翻来翻去 你翻来去睡不着 绵羊已经数了几百只了 对 真的绵羊已经数了几百只的话 你如果怕胖的话 你就喝羊甘菇泡个温水 那有些你也可以喝鲜奶 为了鲜奶里面有钙质有帮助 那其实他们国外有个东西 其实很有趣 我们小时候都喝过叫好力克 好力克 对 做研究是有帮助的 那是什么成分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好力克其实有帮助的 泡一杯热热的好力克 对 可是怕比较舒缓 对 可是怕胖的还是标示 对 因为它容易胖 是 那平常的饮食当中 有些有天然的褪黑激素 那你可以吃些天然褪黑激素 其实最简单就是羊菇 羊菇里面还有很多的褪黑激素 可以吃些奶油蘑菇汤 奶油蘑菇汤可能会怕胖 但羊菇炒羊菇就可以了 对 我发现有些朋友 他也会用一些外在可以做的方法 譬如说戴眼罩睡觉 对 让它真的没有光 对 还要戴耳塞 耳塞 对 其实放个音乐也不错 还有按摩 精油按摩 最近我跟医生他们教一些精油按摩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 他们其实是很简单 按摩头部的那个 就是把头皮这样按摩之后 颈部一直按摩下去 那其实蛮有效 它其实精油很简单 它其实用柠檬 然后迷迭香 就这两个精油 然后再加一个 譬如说椰子油带上去就好了 那其实效果蛮好的 自己按还是别人按 对 对 我喜欢别人帮我按 当然喔 老公帮你按啦 又省钱 但是姐妹们 自己的身体自己顾 你要按它 自己比较快 待会我们要回到 回到这个现场 再跟大家来聊到就是 我们刚刚讲这些情绪 如果累积累积累积 还有一些状况里面去处理它 它可能会造成疾病 特别是大肠癌 哎呦 会怕 待会来告诉大家 刚刚朱律师有提到说 失眠跟大肠癌的关联性 不止 我们发现其实应该是说 情绪的影响或情绪的低落 它跟很多种癌症都有关联性 好 有时候你是心里面 有事睡不着觉 像我最近女儿生病了 那真的整个晚上翻来覆去 脑海里什么画面 一直反复地出现 那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想办法睡好觉 白天才有体力 我都这样子了 更何况很多朋友 到了秋天的时候 就睡不好睡 整个忙到这样 不知道忙到哪里去 好像环游世界一样 所以睡不好觉 对于是 其实这个现象 如果经常出现 你又不处理的话 还是有一些潜在风险的 不要小看 其实睡眠障碍的朋友 还蛮多的 尤其是你看 我们现在是秋冬的下半年 晚上时间这么长 你又睡不饱 其实醒来 只是面对乌黑黑的房子 其实感觉心情是更差的 对 那像我那天 我在搭检测的时候 我就跟检测司机闲聊 他就说 哎呀 这个 我听到你讲话 好像是医学专业的 我说是 那他说 他的女儿呢 才三十出头岁 最近被诊断出大肠癌 三十出头岁 是 我说 他是不是有应酬 交际喝酒 他说 没有 我女儿很正常 他在开锅贴店 在肩脚 我说那他是不是吃太多油 吃太多垃圾食品 我说没有 我女儿 他也吃得也很健康 生活作息也很正常 唯一就是 他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那这就让我想起了 其实台湾地区呢 我们的癌症 有一些调查显示 在 就这两年的事而已 其实在大肠癌里面呢 找出一个很高数据的 相关联系 就是 睡眠品质 普遍都不好 65%的人呢 有患大肠癌 不管是前期 第一期 第二期的人呢 他们都有睡眠品质 障碍的问题 比如说 他睡觉的时间 不正常 入睡的时间 比如说一下是10点睡 一下是半夜2点睡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有熬夜的习惯 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女生 她就是因为晚上 有时候要备料 已经打烊的时间 她还要准备收拾 所以她有时候忙回去 还要看看小孩 再去准备一些东西 睡觉时间就混乱了 那再来还有一种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晚上睡觉 像监狱一样 她躺下去 她没有办法 马上入睡 超过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都觉得奇怪 这么脑子 没有办法放松 其实不要小看 其实这都表示 你的身体 发出一个警讯给你 就是你要开始 顾好你的大肠了 对 我觉得很多的烦恼 就是庸人自扰 环度天不亢 环度小狗 要够不够 那其实我自己 也告诉自己 如果我去想她 去烦恼她 事情能解决 还蛮好 如果我想了半天 她也不能解决 没有用 算了吧 算了 但是不太容易 你想要把它切割 断开魂结 还不太容易 能够断得了 所以从医学上来看 确实是 睡眠会影响到 你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 是不是 应该说很多人 他失眠的问题 其实来自 是他白天情绪上 其实有一些 在想东想西 或是有他担忧的事情在 可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提醒 其实刚刚杜医师有提到说 失眠跟大肠癌的关联性 不止 我们发现其实 应该是说 情绪的影响 或情绪的低落 它跟很多种癌症 都有关联性 所以如果假设 你想要你自己 跟癌症可以远离 除了我们说 生活作息健康以外 很重要的就是 心情一定要让它打开 一定不要让它欲解 像我们好几个病人 都是这样 比如说她的夫妻 老公来看某个病 那因为这个病是慢性病 然后老婆每天焦躁 跟忧郁这个老公的状态 隔了半年之后 这个轮到老婆不见了 为什么 老公来帮她拿药 她说她已经得了一个癌症 那人现在正在医院做治疗 这种case 其实在我们医院里 都看很多 并没有说真的说 有哪个文献说 这个比例一定要几倍以上 但是其实这个 就是很大宗的 就是如果你没事 就不要让自己太沮丧 这很重要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是大肠癌 我相信其实在这几年 很讨厌的事情 是可能我们饮食西化的关系 肥胖的关系 咽酒的关系 我们的大肠癌比例 其实还是一样 都是在一个蛮高的位置 那可是很多人会说 那大肠癌越来越年轻了 我该怎么去判断 自己是不是大肠癌 其实大肠癌有几个特点 如果当你发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有警觉 第一个点就是 排便习惯的改变 很多人都大肠癌都会 你去Google 或去上网搜寻 就看到说排便跟薯条一样 其实它不一定说 一定是要变得很细 有些时候假设 你本来是不便秘的人 你变成便秘的人 你便秘的人 变成拉肚子的人 就跟自己比 跟自己比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 你跟你自己比 你的排便习惯 有没有明显的改变 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case 这case相当可惜 因为它以前 有所谓的肠造症 肠造症的时候 其实常会拉肚子 一紧张跑厕所 一紧张跑厕所 它从某一天 它已经不记得哪一天 但是从某一天开始 它就开始跟别人说 我肠造症好了 因为它开始不拉了 它开始不拉之后 它就觉得很好 因为它已经一辈 你知道想 你要知道常常都很辛苦 困扰很久 一天会跑四次厕所 它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它开始觉得 可以一天或两天上去厕所 很好 就这样子过了一年多 它开始发现不对 它已经不是一两天上去厕所 开始变一个礼拜上去厕所 它也觉得可能就变得便秘 体质改变嘛 只要后来的时候 因为整个气色很差 家人把它推去做检查 一检查已经大伤癌 而且它的肿瘤 是塞在我们的职场出口的地方 它太大了 所以上面的扁扁全部下不来 它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那时候其实已经是 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的排便习惯 就是跟你自己 一天一天做起去比较 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实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如果你有情绪的问题 你牵连很多身体症状的产生 但是生活习惯更重要 所以比如说很多现代的人 其实这几个很多都重 爱吃肉 爱喝咖啡 抽烟 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美食食物 煎炸炒的食物 高油脂的食物 不爱吃蔬菜 不爱喝水 我相信这些点 假设你每一个都让它 回归到我们最健康的状态 就是这些的相反版 爱喝水 爱吃蔬菜 少吃肉 少喝咖啡 少抽烟 等等等等 我相信你其实肠胃道 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中康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肠胃道有两个菌 一个好菌 一个坏 好菌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 坏菌比例就会越来越低 那你大肠还其实早上门的机会 就会大幅度下降 吃东西的饮食有关系 还有当然家族史 这个是另外的 因为这个是有家族 你如果已经有家族史 你更要提高警觉 但是假如你排便的状况不好 饮食状况不好的时候 你特别要留意说 你可能危险因子在你身上 你已经算是高危险群了 其实有些蔬菜水果 其实对我们 就是缓解便秘是有帮助 我们知道便秘的话 有很多原因 那便秘的原因的话 其实有些是属于 长造症的便秘 有些是机能性的便秘 其实大部分是这两种 这两种便秘 那可能过去我们大家都说 我们要多吃蔬菜 减缓便秘 其实这种观念可能要改变 因为这种便秘 现在比较新的观念是认为是说 只要你便秘 第一件事你要多喝水 因为水是最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因为水喝不过 所以产生便秘 那第二个呢 你要吃水溶性的纤维脂 什么是水溶性纤维脂呢 就像木瓜 木瓜里面的纤维素 是水溶性纤维素 那香蕉呢 里面有没有水溶性纤维素 有 那黑枣呢蜜枣 其实那个加州蜜枣 也有水溶性纤维素 因为水溶性纤维素呢 才能让你的粪便的量足够 但是长造症 有些人是因为就是所谓大肠的转运时间 比较慢 等于大肠比较 没有办法动得很好 这时候你都吃太多纤维的话 反而会产生一些反效果 所以有些人如果说长造症的话呢 不见得要多吃蔬菜 因为有时候脏气他会不舒服 尤其吃些产气的蔬菜 所以过去我们说有些长造症说 哎呀多吃蔬菜 要拼命吃高丽菜 因为高丽菜里面含硫化合物 所以会脏气反而更不舒服 所以长造症可能在饮食方面 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多喝水 第二个是水溶性纤维素 第三个呢就是比较重要 就是说像这些食物当中 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天然食物当中 有个叫做缓泄剂 什么叫缓泄剂 它会让我们长造的渗透压比较多 会把长造水分吸出来 譬如说像黑枣 黑枣里面呢 它里面的一些糖醇 它本身有这个作用 所以它有缓泄的作用 但是呢像黑枣的话 可能长造症有些人吃黑枣会不舒服 那要特别注意要看个人体质 那香蕉的话 为什么要选择熟的香蕉 不选择生的香蕉 因为生的香蕉里面含丹宁 丹宁的话 它本身会吸收长造的水分 反而呢就是比较会 让产生就是 排便困难 反而会便秘 一定要熟的香蕉 所以为什么是说 在非洲那些国家 因为没有一些 就是他们小朋友很容易拉肚子 那拉肚子因为没有药物 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非洲他们有另外一个 就类似我们芭蕉那种香蕉 它是比较深的芭蕉 然后加米汤去给小朋友吃 所以它有些拉肚子症状 譬如说像一些祸乱 它这症状就可以祸得缓解 那这边呢 如果说我们有便秘的话 一定要熟的香蕉 因为熟的香蕉里面含果寡糖 我想问一下 像那个香蕉有时候 像这样子有点点的时候 就是熟了 对 可是有时候我打开以后 它有一些地方 我看它比较暖的 那个可以吃吗 那个基本上是还OK 还OK 因为好难判断 外面看起来就熟了 但是一打开里面 暖去 然后我们常常就把 那个烂掉的地方咬掉 然后其他继续吃 其实就是那种 芝麻椒是就是 你打开里面还是完整的 但是它所谓甜度是最好的 可是那是最容易发胖 但是它里面呢 果寡糖含量是最高 所以缓解便秘是最有帮助 所以有便秘的人呢 一定要吃熟的香蕉 千万不要吃生的香蕉 因为很多人说 你要多吃香蕉 可以缓解便秘 要吃那个 吃那个香蕉的香蕉 吃完之后便秘很多 就便秘问题又产生出来 就骂医生 其实不是 那你要吃熟香蕉 要记得多喝水 因为像这种果寡糖 或是说像这种水中性纤维 你如果多喝水的话 它会结成更大的 会让你肠道的体 就是会让这些纤维膨胀 那其实排便效果会更好 那这边为什么讲个黑芝麻 其实黑芝麻非常有用 因为芝麻本身呢 在中医来说 它里面含有一些必需脂肪酸 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 润肠同便 对 那里面它含的膳食纤维非常非常高 所以有些老人家便秘 我是建议吃黑芝麻 因为老人家便秘 通常是因为肠的蠕动比较慢 它其实这个是有帮助的 那柚子呢 柚子它会缓解便秘又是另外一种 我们知道就缓解剂有两种 一种是渗透压的 一种是叫分泌型的 譬如说我们吃芦荟 会很快很快拉肚子 那个就是分泌型的一些缓解剂 那柚子呢就属于分泌型的 它就是你吃完柚子之后 很多人就一吃完柚子之后 马上跑厕所 就是这个关系 有够快的 对对对 所以你要看对自己 到底是哪种便秘 通常我们建议你先喝水 膳食纤维 第三个呢 再用渗透压的缓解剂 最后再用柚子 柚子几乎是便秘的 最后一道防线 了解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节目多好 你会吃香蕉 你不知道要吃这个熟的香蕉 生的跟熟的差异是很大的 那你怎么没有赶快 在我们的FB按赞 动作要快啊 找到健康有方 一定要按一个赞 我们很多的讯息 都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 那当然刚刚我们讲到 很多跟大肠有关 很多朋友也很害怕 我想要减肥 可是我可以好好的减肥吗 我不是不减肥啊 我就是代谢不好啊 好待会我们来聊聊 秋天的时候 你的代谢和你的体重 其实有所相关 待会说给你听 敲打大肠筋怎么做呢 其实就在手上 就手上 锁骨上来 一直到你的鼻翼两旁而已 那我们不要用拳头敲啦 这个拳头敲都敲错 歐车就不好玩 我用指尖 手指尖 所以像是 就弹起来弹起来 其实会有刺激感的 像这个河谷穴 会有 用弹的 然后马上敲上来呢 另外一个到 碗恒纹醋有个曲池穴 对排便很有帮助 其实刚才讲到 大肠癌不是吓大家 因为其实真的有年轻化的趋势 留意一下我们年轻的小朋友 他们的饮食 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说不听 你就播我们节目的袋子 给他看一下 不是吓他 而是让他知道怎么样 保重自己身体的健康 那我们新陈代谢很重要 节目最后 一方要告诉大家 增加新陈代谢的营养素 这些你要学起来 其实像维他命D的话 黑木耳香菇 红洗菇 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 如果说一个人 有足够维他命数D的话 比较不会肥胖 所以平常多多晒太阳 当然其他蔬菜水果就多吃 其实有帮助的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些东西多摄取 像草米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草米B群 其实B群对我们能量代谢 非常有帮助的 像维他命C的话 它能够帮助我们一个叫 肉酸的合成 肉酸其实跟我们脂肪代谢 很有关系 跟我们新陈代谢很有关系 所以维他命C也要够 所以刚才喝的柠檬水 每天喝吧 也会让你瘦 在秋天的时候 如果你要减重 让你的新陈代谢好一点的话 新美也有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加量不加量 加量不加量 到底要不要加量 我们第一个量是数量 第二个量是热量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我们要增加 我们吃的东西的数量 但是我们不要增加 我们东西的热量 热量会胖 对 因为其实我相信到 秋冬天那个嘴残的感觉 有时候是克制不住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 到了秋冬天 就开始呈现一个发胖的季节 尤其你衣服又包住 所以你看不到你里头肉 再多一点点好像也没有关系 就一到了夏天一扒开 哇 惨了 我要开始减重了 那所以其实在秋冬天 因为你这个嘴残的关系 我建议其实你多加的是蔬菜类 其实像刚刚提到的那些蔬菜 有些这个青菜 尤其是绿色 或者是各种颜色的蔬菜 甚至你的菇类 其实你都可以稍微的摄取一点 除此以外 其实很重要的是 你在每一天的饭前 来一杯温水 温水它没有热量 可是因为当你有一杯温水的时候 你吃的东西的饱足感 就会上升 就像我们提的 食物里头很多水溶性膳食纤维 跟非水溶性膳食纤维 水溶性膳食纤维 它会跟水做结合 会让你的食物体积扩大 所以当你在喝一杯温水的时候 边吃东西 其实你的饱足感就会上升 你相对一下 摄取的热量就会减少 所以加量不加量 就是记得这个口诀就可以了 OK 好 我上次还记得 我请问过杜医师 我比较容易一掐身胃不好 杜医师说 如果你胃已经不好 你就不要只喝了 白开水一堆再去吃东西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知道 你自己胃肠的状况 因为过量的水会冲断你的胃酸 胃酸才是帮助你消化食物的方法 所以刚刚的方法就是 喝了温水以后 稍微休息一下再吃饭 是刚刚好的 不要一杯水一边吃饭 那绝对胃肠就受不了了 那还有很多人一边吃饭 还要加可乐加饮料 牛奶汽水 对 加什么梅子汁啊 什么绿茶啊 然后有几应酬的时候一定会 其实那个是很不好的 那是他们年轻 好吧 以后就有得瘦了 我今天已经讲过了 年轻的朋友现在大肠癌的几率 其实还增加了 所以你务必小心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做几个动作 杜医师要告诉大家 更健康 其实在秋冬的时候 就像刚刚讲 我们白天短晚上长 大家的精神 或者说我们阳气 本来就比较弱了 再加上新陈代谢又比较差 体重增加 或者人觉得很疲倦 其实都可以靠大肠筋 来疏活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敲打大肠筋 那在敲打大肠筋之前 我们要先提升我们的阳气 有一个穴位在头顶 叫做百慧穴 叫做百阳之慧 所有的阳气都是在百慧穴 所以就像阿尔那样子 用你的指节 稍微弹起来 敲一敲 眼睛蒙蒙污污的人 稍微敲一敲 会觉得精神比较好 然后如果大肠筋的部分 也可以敲打一下的话 那就更完美了 尤其你在吃饭之前 因为你要帮助你的肠胃蠕动 好消化 大肠筋很建议可以在吃饭前 尤其是早上 五点到七点起床的时候 有一些排便困难的朋友 可以其实在刷牙之后 稍微敲打一下大肠筋 就可以帮助你 大肠的一个相对反应的蠕动 这招很简单 不妨试试 除了刚刚的饮食 膳食纤维要增加以外 穴位的按摩也是很好用的 那敲打大肠筋怎么做呢 其实就在手上 就手上 锁骨上来 一直到你的鼻翼两旁而已 那我们不要用拳头敲 这个拳头敲都敲错欧筋就不好玩 我用指尖 手指尖 所以像是 就弹起来弹起来 其实会有刺激感的 像这个河骨穴 会有 用弹的 然后马上敲上来呢 另外一个到晚恒文处 有一个曲直穴 这对排便很有帮助 你就弹起来 而且又很文雅对不对 不是用弓的 然后敲往上走呢 手臂啦 我们女生很担心蝴蝶秀 走到这个肩膀的前缘呢 肩鱼穴 我们这个打电脑玩手机的人 一定是酸的 是 再来呢 上到你的肩膀 哇 其实很多人是用锤的 我真的建议用 指甲 你的指头敲一敲 敲到你的锁骨 沿着你的脖子 到你的上嘴唇 到对侧的鼻翼 也就是左右是交换的 所以你敲左手就走到右侧鼻翼 右手就走到左侧鼻翼 尤其是脸上 也不要用拱的 对不对 用手敲敲敲 轻轻地敲 你会感觉到有一道热热的感觉 其实这样子就够了 只要这样就好了 是 而且大肠筋不好的人 或者有便秘的人 有时候你会在这个筋络上 会看到一点一点的红疹 就代表你这个筋络是不疏通 所以电视机的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这一条筋络 皮肤比较粗糙 都是有相关联的 我没有 你也很通 你也没有 很舒爽对不对 吃饭之前 敲一敲 顺着锁骨上来 跟他对面的鼻翼 吃饭前敲一敲 敲到鼻翼 还有一个动作 今天也要献保一下 太好了 这个对某些成年人 尤其是妇女或老人家来说 这个动作如果做到 表示你的大肠筋是很通畅的 好 那我们就要稍微站起来做 好 那这个动作叫做 背后翻转大肠筋 将你的手向后打开 打开 在背后的时候 让你的五个手指 全部是相对的 有没有五个手指全部合在一起 好 看一下我们每个人可以成功吗 是 有没有 我有一点没有办法完全合起来 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刚刚敲打的肌肉已经打开了 我没有办法完全合起来 是 然后再来呢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的身体动一动 一只脚前一只脚后呢 一只脚前 稍微弯一下 好 因为弯的时候 你的肠子会放松 应该会觉得怎么都没有人在里头 你的肠子是会放松的 压下去 然后打开的时候 记得慢慢地把手 回来 大拇指向上 小心 手会有轨道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没事的时候呢 这个上班族站起来 走动一下 做一下这个翻转大肠筋的动作 也可以把你的肩膀打开 是 也可以弯腰的时候 会让你的肠胃可以比较放松 因为整天高压地坐在椅子上 也常常是便秘的原因 是哦 所以这几个动作其实蛮简单的嘛 是 如果你这样敲一敲 让它这边比一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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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一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动作 然后这个手的动作 你可以慢慢练 你不要一次一定要到位 或者一只手一个嘛 一只手一只手的来做 也是可以的 左边先做 然后再做右边 那我还可以来一个上下板 哇 那你就大肠 大肠小肠全部都打开了 太棒了 为了健康一定要给它练一下的嘛 谢谢我们三外来宾 谢谢 謝謝 所以這個就是瑜伽動作了 是不是 我看很多男生 很多男生他那個手有沒有 我也沒辦法 你沒辦法 先天恐懼吧 真的 沒有 我以前可以 我真的覺得是長頂 比較低的人常常丟在那裡 所以這個動作剛好是小長筋的東西 小長筋走後面這一條 大長筋走前面 所以前後的動作 你這樣子拉就都拉開了 可是真的需要 我覺得像上班族不這樣 我們整天都是弓著 因為我們很多 比如說 那現在睡得 match 就像這樣 很激 blo雲 在那時 沒女兒 也好 在這裡 去